政治消息首先關心美國國務院及國防部官員 沒有出席今年的美台國防工業會議 外傳是因為美方不滿我方的保釣行動 總統馬英九今天上午主動澄清 美方缺席和釣魚台爭議無關 除了拼外交之外 馬總統也再度宣示拼經濟的決心 總統陳院長是好院長嗎 總統要不動 請個臉中 陳沖自比不是好的行政院長 老闆總統馬英九沒有回應 不過在參加青年日報社慶時 大力推銷行政院力推的經濟動能推升方案 這個月稍晚我們會請行政院出來說明 這段時間一個努力的成果 讓大家感受到我們只要投入 只要奮鬥就會有成果 強調不只自己有信心 更三次引述以經濟領域著稱的 卸任副總統蕭婉長的話 昨天蕭副總統說 現在的情況50年來罕見 但是他也說大家不要太悲觀 交前副總統都講了 台灣的優勢條件並沒有消失 我們不必懷憂喪志 彷徨無奈 展現拼經濟決心 馬總統把焦點轉回美台關係 日前美台國防工業會議 美方高層缺席 趁著當事人 國防部副部長楊念祖在場 馬總統也主動澄清高層溝通 沒有問題 美方還把他們見面的照片 放在他們的網站上 各位都可以看得出來 雙方的關係不但是密切的 而且是具有高層的互信 拼經濟拼外交 馬政府要雙管旗下遼落去 大張旗鼓宣傳劍術 力推 勇敢政績 有電TV來用三成一秀 台北報導